国安法实施愈悦,对楼市影响逐步浮现,二手现恐慌性大幅涉样个案,有内地豪客五前年于于景湾买楼作度假用途。 近日决定卖楼套现,却要涉样于800万元,属于景湾近年罕见大出血个案,消息指,大鱼山鱼景湾月提18座福息户,实用1708方尺三房户年前后花园,原以2400万元放售,近日减至2150万元逆手。 资价12588元,资料显示,原业主2015年1月72970.5万元买入,当年赤价17392元,持货5年账面是820.5万元,跌幅28%,行当年发展商送离印费126万元,令涉样金额减少。 区内代理指,原业主为内地客,但已取香港身份证,大部分时间居大湾区,当年看好港珠澳大桥效应移扣入作度假。 本身甚少居住,受疫情影响令中港往来不变,故宁愿涉样离场,该单位前身为发展商示范单位,连装修及家司一併买入。 故当年售价相对高,因而涉样金额较大,豪宅交头冰封,港岛南区本月中开斋。 消息指The Beachside低层F室,实用692方尺,原叫价2500万元,刚减至2150万元沽出,尺价31069元。 消息指The Beachside低层F室